好,計時三分鐘,焗這個杯麵 好,我現在準備開這個抹茶杯麵 究竟它是怎樣抹茶呢? 嘩,好像很濃稠,很可怕 嘩,好像有點抹茶味 聞起來有點抹茶味 麵是綠色的,綠色的 可能就是抹茶粉混在麵條製出來 嘩,不行,很濃稠 先加點水 味道很奇怪 好像有點芝士味 我頂不住 撕掉了,不要做 我轉過來給你 嘩,味道很奇怪 味道很奇怪 說seafood味,但為什麼聞起來這麼奇怪 這個死人麵,賣16元一個 我覺得有點貴 味道很奇怪 聞起來,好像有芝士味很難受 我真的沒有詳細閱讀過它是有什麼 其實都是海鮮而已,seafood味 我以為湯底是普通海鮮 然後麵就加了綠茶 其實吃不出有綠茶味 其實吃不出一點綠茶味 只是麵是綠茶 拌在麵粉上 就是製麵 我是不是應該要捏著鼻子吃呢 我頂不上有股味的 吃下去是沒有什麼味 沒有什麼芝士味 嘩,我總是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很久沒吃 還是什麼呢 好像很油 不是,它真的挺油的 嘩,肥死了 我還來一時才吃 我還來一時才吃 這個是什麼 死就死吧,試一次 這些材料其實是一樣的 又是那些蛋 魷魚 有什麼 紅蘿蔔,蔥 都不太覺得有什麼seafood 都是那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咖哩杯麵 好吃一點 咖哩杯麵 想死,我真的受不了 這味道 就是吃 然後吃 然後要遠離那杯 就是這樣 那我也會捏這杯 我覺得 不是自己好吃 都要16塊 也要16塊 就是剛剛那晚 逛街見到 優品360 有一賣 其實之前看網上 看到有人吃過的 Youtube 所以試一下 打算 No good no good 終於我要把湯倒好 倒好 倒好 湯 然後再加了一些滾水 去洗 我受不了那股味 很臭 真的不行 我覺得吃杯麵 我真的受不了 是吃咖哩和XO醬海鮮 是最好吃的 其餘就算普通是蝦杯麵 海鮮杯麵 海鮮杯麵 還有什麼牛肉 那些都可以 吃過了 以前小時候還有一隻 雜錦杯麵 橙色的 我記得 現在好像不太確定 出了一些黑胡椒 好臭 不行 沒有 我可以家自己去吃的 誰呀 男士